丝凤好赌时事,终于暖化了琉璃心,结局皆大欢喜 小凤凰翅膀一伸,瞬间到了大圣国,化身圣州九皇子萧承煦 本以为这次爱情鸟能够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结果,这次的恋爱对象一出场 咦,这不是天下第一美人东方夫人吗? 昨天的东方夫人你爱搭不理,今天的贺兰茗玉你高攀不起 北境第一美女贺兰茗玉有母仪天下的命格,注定此生命徒多舛 茗玉和承煦机缘巧合下相遇,二人成了欢喜冤家 一路打打闹闹,暗生情愫 本以为能终门眷属,但敌不过宫廷纷争,兄弟系强 承煦领命出征,一去不复返 茗玉本打算非承煦不嫁,一心殉情 但是为了救下承煦的胞弟肖承轩 被迫嫁与三哥,圣州王肖承睿 承煦从战场死里逃生 只为见到心上之人 却发现,茗玉即将成为自己的嫂子 做司奉的时候就没少吐血 成了皇子也没能信命 最虐人心的,还是从爱人手中接过敬酒 像极了司奉在琉璃第二世里 女帝和姓王的剧本 做鸟的时候要把羽绒,做人的时候又没有翅膀 不知道接下来又有哪些更业的灵场面等待心碎